聽說台灣人很多的早餐選擇就是飯糰 所以今天早上我們就去買飯糰 不要鬧每個禮拜都會辦活動 想要跟我們一起玩的到臉書看參加辦法 這一家的飯糰比我平常吃的要長 這家的招牌白米飯糰就是料過剩 嗯好吃吃下去第一口不是只有飯 還有肉鬆跟鹹菜超豐富的 好吃嗎 這個飯糰很好吃啊因為它料很多 它還有滷蛋 這個真的只要35塊台幣嗎 它跟香港的真的很有差耶 香港的飯糰只有油條跟肉鬆 有時候連酸菜都沒有耶 我要吃起三島豬排 我覺得把這個帶回去俄羅斯做生意會很好 裡面有我最討厭的東西油條 看不出來其他的東西只有油條 沒有飯 飯糰本來就有油條 你剛剛吃的就是飯啊 這 skim chip飯糰是不像我常常在台灣 它看起來比較融合的食物 它看起來比較融合的食物 它是很難吃的 而且有很多東西在裡面 是那些不好的東西嗎 是那些不好的東西嗎 因為在這個情況下 是太多了 現在我要找到我的檸檬 為什麼你這麼痛苦 我找到我的檸檬 但它是太酸了 它是太酸了 你喜歡油條嗎 不喜歡 我也是 對 對 我其實還沒有看過這麼大的飯糰 好豐富 有玉米 還有雞蛋 我沒有看過雞蛋的飯糰 真的很好吃啊 其實 味道好像很harmonious 很協調的感覺 很好的味道 那總理你不是說 這個裡面應該有起司嗎 有啊 但是我吃不出來 但是我吃不出來 這看起來像一個漢堡 這看起來像一個漢堡 很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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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你會買這個嗎 很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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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聞起來很香 聽說紫米吃起來很健康 吃起來跟普通的飯糰不一樣 有點QQ的 越南也有類似的早餐食物 可是我們沒有紫米 所以你喜歡吃哪一個口味 最愛的飯糰 請在下面留言 不要鬧每個 Sorry 不要鬧每個禮拜都會辦好玩的活動 中文也可以 趕快去粉絲團報名